好在看到周末假期呢 很多不管是住在台北的这个台北的朋友 往台北线跑或者是呢 很多的观光客 大家常常会涌到九份金瓜石 是热门的景点 但是呢这边常常出事 因为路上呢 它路又很窄 一坡又很陡 弯道又很多 曾经在这边不是有发生过 这个旅游团的无死车祸吗 被公务局列为七大危险的景点 县政府呢决定要来抢救路面了 预计将要上亿元的预算扎下去 拓宽九份的道路 希望能够减少事故发生的可能性 来看到了这个古早味 希望能够多一份安全 不过也真的拖很久了 欢迎的山路 车子左摇右放开着 开车来到台北线九份 一路上可以去四公路 我们现在站的地方呢 就是要通往九份老级的瑞霜公路 我们可以看到呢 这边的路面真的是非常的陡 而且沿途还有好几个弯道 大行车辆通过的时候呢 真的是非常的危险 七 八 九 十 记者只要走十步 就可以横圆这个弯道 可见路面真的是非常的窄 连路边的这个围墙呢 都已经完全被车子撞坏 汇车一不小心就可能撞上 九份被列为七大危险景点 县府决定展开抢救大作战 预计投亿万预算 花两年时间 在弯道设置反光镜等导引措施 并将路面拓宽为十二米 拓宽当然好啊 对不对 对开车人当然一夜有利啊 嗯 我觉得不是很需要耶 为什么 因为这样子还要会很大的功夫 然后可能怕游客会流失还怎样的 终于要拓路 但政府的每一九份店家不领情 不过驾驶都举双手赞成 认为道路拓宽 虽然九份会少了点古早味 却能多一份安全 这就是广告语言 黑饼 生不大了